什么是悔改? 悔改就是回转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开车去旅行,一定要有地图,或今天因科技的方便,我们有GPS 当我们感到走错方向时,GPS有时候也会错 很自然,我们会回转,就是U-turn,若不回转,我们永远不能抵达目的地 可是,有时候,我们明知有的选择是错的,而我们偏偏去行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这里面隐藏着一种我们不能测透的奥秘 而这测不透,看不尽的力量,却把我们引向灭绝的道路上 我于2004年中旬信主 在这之前,我曾沉迷赌博,不能自拔,有15年之久 而我抽烟,也有35年的历史 这两种病态,使我活得痛苦不堪,像行尸走肉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或称半人半鬼吧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 十几年来,我不断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问了千万遍 数也数不清 数也数不清 可是,没有答案 也没有声音 我感到困惑 我感到困惑 明知是错的,但总是戒不掉 每次要戒,每次又跑去堵 每次戒烟,又每次抽 好像恶性循环,或像恶性肿瘤般 丢也丢不了,割也割不断 割了,又长回来,戒了,又跑去堵 这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保罗又说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样,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 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的公价就是死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 因此好像是人没法逃避魔鬼的权势 魔鬼的轨迹就是千方百计 要置我们于死地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世上还有主耶稣 主为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代表什么呢? 代表死亡 代表死亡 也代表复活 在人感到绝望 就是生与死之间的时候 奇妙的事发生了 也很吊诡 死亡 竟然是以死来致死 刚才不是提到 罪的公价就是死的吗? 死就是罪的终结者 死了的人还能犯罪吗? 不 必定不能 而复活 而复活代表什么? 代表必须死 才能有复活 不是吗?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进最后一滴血而死 血就是生命 人的血流尽 等于宣告死亡 死代表罪的终结 成就了律法 满足了神的公义 因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神一定要责罚 只是神以他独生爱子 主耶稣基督 代替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死 得以生 神的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信主这么多年 我发觉人太渺小了 而这渺小的人 却以自己是神 自我为中心 他宁愿相信死亡 也不愿相信死人复活 他们把神无限的大能 和自己的有限 及渺小等量奇观 试问 若上帝能使万物从无中生有 那么上帝为何不能叫死人复活呢 他们有很多疑虑 却不愿亲自去体验或是经历这奇妙的恩典 他们不愿意敞开心灵的世界 而至停留在封闭表面的世界里 不愿进入那奇妙且美丽生命的旅程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什么是新的呢 那以前败坏罪恶的生命已被致死了 现今活着的是重生的生命 被主的宝雪买树洁净的新生命 以前抽烟 赌博 一切污秽的生命 在一夜之间 神的大能是我完完全全的洁净 连我自己也觉得奇妙和不可思议 在一夜之间 在一夜之间 神把这两个日日夜夜捆绑着我的痛苦 彻底拿走了 使我感受到前所没有的自由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这是你所赐的极丰盛的生命 回转成新的美丽 并充满恩典光辉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给您选 您会选择哪一条路 您会回转 悔改 走这一条充满盼望且丰盛的道路 或是继续走那一条错误的道路 那条痛苦挣扎 黑暗中看不到前方的道路 脚长在您身上 路是要自己走的 要怎样走是您的自由 没有人能强迫您 愿您的选择是满有智慧的 愿上帝保佑并祝福您 阿们